李玉芬安批郭雪芙 先隐私 挺米琴 隨時來找我 請 還哭的聲音 不會吧 阿呼呢你也要哭哭喔 被騙了啦 阿呼呢她只是把揪停了啦 這次宋米琴自爆 被經紀人排擠事件後 阿呼呢首度公開活動 在讓她說話之前 先來回顧一下雪芙的說法 我跟米琴 我跟米琴聊過 電話聊過這樣 對 原來妳說妳有打電話 給米琴聊天嘛 那為什麼就是 玉芬只有傳訊息 我可能在傳訊息的那時候 就是剛好回應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米琴了 那現在 對 玉芬可能還沒有 看到我的訊息 我相信她會回應我 結果不小心又抱住 阿呼呢以圖不回的案外案 她半夜 四點妳傳微信給我 然後我起床又回 有看到人家也回了 那其實我比較不希望 就是私底下的東西 搬到我檯面上來 對啊 我不喜歡 炒新聞 哇 阿呼呢 妳戰鬥指數超高啊 我也很訝異就是 為什麼已讀跟不讀 每天會起床 會遞姐妹感到委屈 你說 必須 只要是姐妹都會啊 因為身為工作夥伴以外 還是其實她也是姐妹 所以 當然會 遞她 阿呼啊 被你擦肩的雪佛卻表示 李玉峰是我永遠要感謝的人 有她才會有Dream Girls 有Dream Girls 才會有我 原來是阿呼推薦雪佛 加入Dream Girls耶 因為我們私底下是朋友 在Meter的時期 對 然後我們是會一起出去吃飯 那現在還是好朋友 是啊 是很 現在還會嘗嘗試試嗎 像之前 其實 真的蠻久沒有聯絡 跟米奇比較才有聯絡 然後搬一下 搬離我 比我很近 所以可以 隨時 串下門子 對 隨時 串下門子 蘋果魚來新聞是誰說 希望就是私底下的東西 搬到我檯面上來 發抖 出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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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雲